跟阳性患者有个密切接触 可以吃什么药降低自己感染的钙病吗 我告诉各位朋友 目前没有很好的药可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但是除了戴口罩 有一个措施可能会降低新冠的发病率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鼻腔盐水洗鼻 这个不是我发现的 是我们国家的中国研瓦鼻后科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 鼻腔盐水冲洗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专家共识 家里面有小朋友的都知道 小朋友鼻子堵塞不通气的时候 可以用海盐水或者生理员水洗鼻子 包括一些慢性鼻炎的话 像曾医生我本人就是有些慢性的鼻炎 大家听我讲话的话 有比较严重的鼻樱 鼻子有时候经常不通气 那么如果坚持用盐水洗鼻子 是有好处的 它可以减轻局部的炎症 可以把脏东西分泌物都重洗出来 而目前的新冠病毒奥米克人毒株 它主要就是侵犯我们的上科学道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生理员水冲洗鼻子有一定的好处 比如说你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已经有鼻色流鼻涕这样的症状 那么通过生理员水冲洗 它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可能会让你好得更快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讲 用员水冲洗鼻腔 也有可能会降低新冠的发病率 那么各位朋友呢 不妨去试一试 副作业很小 反正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危害 这个操作也很简单啊 从一个鼻子里面冲 另外一个鼻子里面流出来 建议各位朋友 每天冲洗两次 每次五到十分钟 严真不厉害的朋友 使用0.9%的生理员水就可以 那么如果鼻色很严重 种的很厉害 粉笔物很多的话呢 也可以适当的使用高盛的盐水 但是浓度呢 不要超过3% 也不要长期用 但是不建议各位朋友 拿自己家里面的食盐去配啊 第一个你可能配不好这个浓度 第二个的话呢 食盐里面有一些杂质 大家自己上网去买那种 专门的冲鼻子的 还有盐水或者是生理盐水 很便宜的啊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关注我 关注我跟他一声 微信进步一点点